hello大家好我是光 这两天的话是出现一轮反弹 是涨了几天 但这轮反弹的整体的幅度还有交易量 其实相对一般没有说很大 并且这个位置距离前面的一个阻力位 其实也不远了 所以说这里多头的空间比较有限 再加上整个的交易量 其实是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不认为多头能走得很远 再加上这个收益空间也一般 所以说我不建议在这里做多 总体上毕竟大势还是空头 我们还是做空更有力 所以说准备等它再涨上来 然后疲软的时候 我做一轮空 然后第一轮的话 我的直营的区间 我就会直接设在下面的一个支撑带上 达到下面支撑 我就直接就是直营掉了 因为我的经验是第一轮 反弹之后再下探都不会直接破掉 一般打到这里就停掉了 就很难破掉的 一般都要试探个两三回 才能把这个带破掉 毕竟这个带是之前一个比较密集的阻力位 所以说第一轮做空的话 空间不是很大 这里其实整体的计划是一个单边的网格空头 什么叫单边网格空头 就是在这个区间可能 大家知道网格就是风高开空 风低开多 风高开空 风低开多 就这样一直做下去 但是我这里的话 我会选择只做空头 就比如说第一波 做空完了之后下来了 然后直接在这个位置平掉 这个第一次反弹是毫无疑问的平掉 那第二次如果反弹没有第一轮高 那我会在这里再选择做空 如果反弹的比第一轮高 那这里就不做了 就看着 等着 你就等着就好了 就是因为这种情况 你做空的成功率就不高了 如果第二轮反弹没有太高 或者跟他差不多高 你可以选择做空 第二轮的话 你就可以观察到下面这个阻力位 具体的反应如何 如果非常的疲软 没有什么抵抗 就反弹的力度也不行 交易量也不行 OK 那你可以考虑拿着 就等它突破 但是毕竟下面这个阻力位 是比较密集的 我觉得直接突破的可能性也不大 最好最好是在这个位置平掉下 当然如果要是特别疲软 还是可以拿的 具体的话 这个就比较看一些盘感 也惊讶了 但是不建议你在下面做多 总之不建议 但来到下面之后 你再去做多等它反弹 因为在这里相对来讲 整体的趋势是一个向下的 你在这里做空 它往下突破的可能 远比它从这里往上突破 可能性要大 所以说做空的话 你的空间是更大的 我就以这种彩蛋的形式 告诉大家 就是比如说 你在这里做空 更可能遇到突破下面的彩蛋 但是你在这里做多 很难 基本上 如果没有一些外部的强刺 其实利好是很难的 因为我的经验是 一波大的空头形态 如果想走出一波强势的多头的话 它都是需要时间来横盘整理的 我们可以看 在五月份这波 下跌到这个区间 下跌到三万多这个区间 其实它整理了很久很久很久 整理了两个月 才开始走多 虽然说这波比较无厉头 我们无论去看18年19年 历次的熊牛 之前的话 两波小牛 两波小熊士 其实都一样的 都下来之后 都要整理很久 包括17年 跌到18年那波大熊士 它也整理了很久 才走出19年的 那个多头形态 所以说你不要期望着 在这里直接走出一个强势的多头 这个太难了 然后如果你先货抄底的话 其实时间有的是 因为它会 它在走出多头形态之前 至少会给你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震荡区间 这震荡区间 你找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加仓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是 想加仓现货的话 买现货不用担心 买不到 有的是机会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就是我目前 那个交易计划 当然如果这些信啊 出现一些突然的一些 情况跟我的想法不符 那我也不会按照 我的这个交易计划脚言 因为交易计划本身是 你对当前市场 更有信息的一个判断 然后还有说一下 我前两天那个单子 我是止损掉了 止损掉了 但我是手动止损的 我没亏多少 亏了一百多优 手动止损的 我觉得问题不大 因为我做对一单的话 我之前赚了一万四千多优 这个够亏好几十回的 然后我做单的成功率 一直都不会高 不会很高 甚至不会高一百分之四十 成功率一直在百分之三十多 有的时候低的时候百分之二十多 但这没关系 因为我赚 我做对一次的话 我赚 我可以赚很多很多 我做错的话 那我就亏个 我总账户 资金的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就可以了 就止损掉了 所以说 这个交易其实是看期望值的 有的人你可能看他的交易成功率很高 但他的成功率可能是他的大止损 小止盈换来的 就是他可能从不止损 对吧 然后止盈 然后从不止损开个二十倍啊 因为百分之五 他在止损嘛 他从不止损 然后呢 浮营个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他就跑 这样看起来 他可能长期一直赚钱 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这种体系 长期 就是他可能交易几次啊 就是大部分次数在赚钱 但是一旦亏一次 他之前的浮营全部玩完 而且由于他只赢很小 导致他的手续费 占他的收益比例很重 因此啊 做交易有一点明确 一定是 嗯 以小博大 赚钱的时候一定要赚的很多 然后你用这些 真正赚钱的这些少数的单子 去平衡掉所有的收益 所有的那些交易费用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数字货币 他最大的优势 做合约最大优势在哪 就是因为他的波动大 他的单边行情的时候 走的时候幅度很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点 去让他在单边中跑出收益 就是 摒弃掉那些所谓成功率的概念 然后你也不要想天天赚钱 想天天在这市场里赚钱的 绝对是傻逼啊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这种想天天赚钱就是傻逼 你想天天在这里市场里赚钱 然后你今天没赚钱 亏钱了 你就上头 然后你就翻倍的上 那这种人 必死无疑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我的计划 然后再简单聊一下我的开单思想 我也没什么群啊 也没有什么带单啊 因为我觉得 这些东西的话也挺不好做的 因为我不认为我具有那么强的心理素质 去承受别人对我的期望 咱们聊聊理念啊 包括互相分享一下 这都完全可以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我给大家讲也是在内化我的这个计划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有东西可能没想明白 但我在我聊出来 在我觉得要展示给大家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要拿出一份比较 看起来比较有可行性的一套方案 在我的脑子中形成这套可行性方案的时候 也是内化了我的交易理念 然后我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手痒 但是呢 我通过内化我的交易理念的话 可以帮助我克制我的交易冲动 所以说这对我完全是有利的 非常有利的 那我相信对一些认同我交易思想的人可能也是有利的 毕竟有一个被割过次数比较多的韭菜 跟你们聊一聊 我相信对一些接触这个行业不多的人来说应该也有些好处 大概就是这样 具体的情况还看未来几天怎么走啊 这两天其实也没啥聊的啊 因为行情啊 人想赚钱的时候 其实 当然需要自身有实力啊 打铁也需自身硬 但不能全靠自身硬 你要自身那么硬 你直接拿你全都吹铁 不就忘了吗 一个人如果想成事 想赚钱 他一定是需要行情配合的 而且主要因素是行情 自身的素质和各类的 你的交易理念 你的心态 你的仓位管理 这些只是一个辅音 这些东西只是等行情来的时候 让你能记得住 行情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说没行情的时候 少做 就在家里啊 搭搭游戏啊 转一下注意力啊 或者是实验实在想做的话 嗯 那就开一点点啊 就是你正常 比如说一次性开个几十万优的仓位 你平时你也就开个 几百优啊 随便玩一玩就可以了 最好还是不做 在家干啥都行 转一下自己的注意力 所以说 这大概就我想说的啊 今天说的可能有点磨叽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重点啊 反正 希望大家 嗯 能够理解 能够理解 好的谢谢